著名的美式双雕在社交媒体也遭到网友的大肆吐槽 在美国驻俄罗斯大使馆新闻发言人的社交网页下面 不少网友对美国大使馆的举动大加嘲讽 我不想这么说 但是我们美国人现在真的没有立场来指责别人 还记得去年夏天吗 美国政府在几个月的时间里殴打逮捕抗议者 把手无寸铁的公民牙齿给打掉 用催泪瓦斯和子弹对付他们 推推嗓嗓还用车撞 还有网友说 美国一说支持和平示威世界就发笑 作为亲身尝试过胡椒喷雾和橡皮子弹的人 我笑了 在今日俄罗斯网站下 也有一名网友一针见血的指出 说到抱怨莫须有的外国干涉 美国比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抱怨的都多 但是实际上我们每年花几十亿美元 用来把其他国家给搞乱 我们应该把名字改成虚伪合众国 然后補充地改成虚众和橡皮子弹的人 速逐 速逐 速逐